喂 哪位 哪里 公安局 好 我尽快赶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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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有什么用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是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一天 你就拿这样的事情来汇报我 妹妹 他也让我喊心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 为什么要这样 我真的对不起 我不要让你说对不起 我让你说为什么 你别碰我 说句心里话 爸 我真是觉得挺对不起秦月的 我就想弥补他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 你弥补他 你拿着我的钱 去弥补他 你拿着我的钱去弥补他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回去 你跟我说回去跟你爸爸妈妈 章换房子的事 其实你是去烟台见他了 我恨你为命 我恨死你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我一心一顿一顿 把什么都偷付给你 你就拿这样的事情来刺激我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做的不好吃你别嫌弃 没胃口 不想吃 你说现在 除了我爸之外 我妈我姐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跟钢子在一块 我如果真听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离开钢子的话 我心里那个疙瘩我一辈子都解不开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肯定不会离开他 那你想过你跟钢子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吗 想过 天天想 你认同就行 但是你得坚持 开始那家里人肯定会反对的 那坚持坚持他们就会妥协了 我也坚持 其实我知道 我妈和我姐都是为了我好 生怕我跟钢子以后过日子吃苦 可是吃苦怕什么呀我乐意呀 可是你说钢子 出了车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天天对我阴阳怪气的 感觉好像他还不想要我了一样 如果我在我妈那儿受着气 回来到钢子这儿我还受委屈 这加班气你说我这日子我还怎么过 其实他们都是为你好 你跟钢子反正也没分呢 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你以为那爱都是享受啊 谢大妈 来 小杨 你在这儿呢 你出来这半天不说在哪儿呢 你说我们在家着急不着急啊 谢大妈 她在我这儿您招什么急啊 你甭打开啊 杨儿 咱回家吧 啊 这半天 喂 你爸好舍不 啊 小杨儿 小杨儿 小杨儿我告诉你啊 钢子的事你就甭想 我也都跟您说了 这是我自个儿的生活 您也甭管 哎 你这孩子 这是我是你妈 你废话 那大街上人的事我怎么不管 没完了是不是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孩子自个儿的事 像操什么心 你又做不了主 那我这不为孩子好吗 我这废话 你读书看报纸吗 你读什么叫婚姻法吗 你孩子自个儿的事你又管不了 想让什么 老杨儿 过来 反正现在你也大了 这么多年爹也没说过你什么 我觉得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怎么着 你长大了 翅膀硬了 我跟你妈的话可以不听 你可以由着性子来 是不是 咱们把话可先说头里头 你们将来要是过不下去了 你敢回来掉一滴眼泪 我大嘴不删你 反正是你自个儿的事 看着办吧 老婆回来吧 回来了 我肚子快饿死了 怎么没有做饭呀 哪有你这个样子的 一下班回来就问老婆有没有饭吃 我是你老妈子 你没有看我在忙吗 有 怎么了 跟秦月又吵架了 我干嘛要和秦月吵架 她是我妹 我心疼她还来不及 你会不会讲话 那你干嘛又不高兴的样子 是我们班里的两个小笨蛋了 也不晓得他们怎么听讲的 每次都要给他们开小灶 你看看 作业留了一大堆 看来我今天要加班了 那个老婆 老婆 本来呢我们今天发了点奖金 想请您跟秦月出去改善一下 既然你这么忙的 那就算了 真的 发奖金了 多少啊 两千八 不错哦 这个 既然发了那么多奖金 咱们顺时明天出去改善一下 好的呀 有点意思 可以呀 老婆 您说好的呀 我跟你说我的心情啊 我马上就好的呀 嗯 给如树上教 谢谢老公 秦月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回来的时候 她已经不在了 可能 又去什么公安局打听消息吧 那 你说这个秦月真是我就搞不明白这 她还有什么好打听的 就算她找到卫明 又有什么好结果呢 有什么好结果 我最理想的结果 就是把卫明这个家伙 从秦月的生活当中消失 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可以让秦月死心 对了 这个秦月啊 真是死脑机 她总是不听我去 好了吧 这三十万打水漂了 对了 老红啊 我问你啊 你说 这个秦月 会不会 卫明坐了牢 还想把孩子生下来等她呀 老婆 你这么一说啊 反正提醒我了 嗯 你秦月的性格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可能哎 哎呀 你不要吓唬人好吧 要是秦月真像你说的这个样子 那可怎么办呢 哎呀 是 经过我们调查呢 卫明确实与犯罪无关 这笔钱是属于她个人的 因此我们把卡还给你 怎么是没有犯罪啊 她跟我说了 这卡里都是她贪污的钱 怎么是没有犯罪呢 法律讲述的是证据 目前为止 经过我们的调查 卫明确实与经济犯罪无关 不过呢 我们公安部门 还是对你表示能够 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表示感谢 那你们是找到她人了是吧 对啊 否则我怎么会让你来取卡呢 那人呢 卫明她人在哪儿啊 她在哪儿 这个不方便告诉我 怎么不方便告诉我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啊 你怎么没有权利 你不是警察 警察警察也不能 小警同志 请你不要嚷嚷 对不起 由于当事人特别强调 要保护她的个人隐私 所以我们没有权利 向你透露她的任何信息 至于你们感情上的事情 还是你们自己去 想办法解决吧 我现在找不到她的人 警察同志 我找不到她的人 我怎么解决 你让我找谁解决去吗 但是我们个人感情的 真的不能为力 你不是警察 你都不能为力吗 你不是警察 我找她找得很辛苦的 真的 我还能够找到她 我能来找你吗 你不是警察 你们是不管了 警察也不是 怎么了警察怎么了 你不管是不是 你们团 你们团 我就找她去我出了事 你们都没有管 我怎么冷静啊 我老公没有了 我怀上当孩子 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你别生气了 你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好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 我慢慢来 你别生气了 你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好呀 我求求你们 你还帮我找到她好不好 我找不到她 只要我不能做到的 我们一定尽力要给你 你不要再知道 你就是说这样的话 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也不好啊 对啊 我找不到她 有话慢慢说 晓布 今天的晚饭你别做了 先回去吧 东西等明天再收拾啊 好吧 我才知道 你才不相信 我才不信 我才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才不信 你才不信 我跟秦月的事你不也知道了吗 再说了我 再说了我没隐瞒过你吧 你没有隐瞒我 你背着我去烟台我知道吗 你背着我把你给你的那三十万 你给了他我知道吗 你听我解释啊 我 我就想弥补他一下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他跟了我这么长时间 我做人不能太绝情了吧 难道说 是我不会你还有理了 不是云云我吧 我我我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就想我 我我我我什么我 我跟你说 我最恨的就是欺骗 你想弥补他 你完全可以告诉我呀 难道我会不理解吗 不是那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再说了你说他 你怕我生气 我告诉你卫明 现在的结果比你怕我生气还要可怕 你想想 你毁了我们进行准备的婚礼 你毁了我们的蜜月 更重要的是你毁了我的心情 哎呀圆圆我没有那个意思嘛 我就觉得我 别说了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们有另一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 可以吗 可以进来说吧 方便的啊 方便的 我们呢还是开门见善的去说吧 秦月呢她现在在我们那儿 情绪呢比较激动 酷死苦活的呢想见到你 行了你别说了 我现在不想见他 这样不妥怕啊 我们的事不需要你们管 按理说我们警察呢 是不应该管你们个人的私事 但是呢这件事你未明确实有责任 我能有什么责任啊 你当然有责任啊 你想一想 你们好了这么多年 现在提出要分手 即使要分手 也应该好说好散的 况且她现在怀着你的孩子 好吧 你们等一会儿 那 那什么 我出去一趟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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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老婆 老婆 跟我乖 饭做好了 吃饭吃饭 你要不然给妹妹打个电话 你为她回来不回来 要不要我们等她呀 我痛得饿得要死啊 好了好了 我知道啦 你说这个死晴月 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一天到晚的瞎忙 都找不到人 你赶快打电话吧 好啦 别催我啦 急得嘞 喂 晴月 你到底在 警察 对不起啊 请问 这个手机号的人 这个电话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我是晴月的姐姐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 警察同志 谢谢啊 谢谢 怎么回事啊 这个死晴月要死了 你不会为民死掉就算了 真是不死都没有用 不是 你说这个我都没听懂 到底 到底出什么事了呀 哎呀 晴月现在在公安局 要死要活 警察同志说搞不定她 让我们赶紧过去劝诊她 可是我连饭都没有吃 我肚子饿得要死 哎呀 都快出人命了 你还想着吃 我给你买汉堡包好不好 走啦 不是 老婆 老婆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重要文件我要下载 我必须要下载的呀 去公安局下好不好 不是 走啦 你说你 来 吃饭了 哦 谢谢 谢谢 快吃 好 晴月 别发愣了 来 先吃饭吧 再怎么着 咱也得先顾着自己身体是不是 来 先吃饭 我不想吃 你赶紧帮我把人找到 晴月 我跟你说这不是着急的事 好啦 咱先吃饭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卫明了 对 你放心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让他来见你 好不好 我说人 我要见人 你跟我说这些真没有用 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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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冷静一下 好不好 理智一点 咱先把饭吃了 来 把饭都凉了 别走 你好这么拖着也不行事了 月亮来了 那儿呢 为什么呀 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我满世界找你 我很辛苦啊 不 我问你话 不 我问你话 你知不知道我怀了你的孩子 不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晴月 晴月 冷静点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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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是哪里了 对不起 我冷静点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对不起 你说话呀 对不起 你说话呀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 妹妹 晴月 妹妹 晴月 吓死我了你 好了 好了 你吓死姐姐了 你知道吗 你没事就好 妹妹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 你好 我是 我是卫明 你个混蛋 你现在怎么回事 你把我给你干什么 你把我给你干什么 我给你干什么 我给你干什么 但是知道吗 就好了 你是不是男人来的 你这么害得我 你家妹妹多惨吗 你有没有良心 你是不是男人呢你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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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你说 老婆老婆 我们先冷静一下 那三十万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快点跟人解释啊 那个 三十万是我骗她的 其实我 我跟别人好了 我才能说呢 你是不是我妈的 你把我妹妹黑成什么样子 你怎么可以干什么 怎么可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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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我跟王八蛋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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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俩的死人 走走走走走 怎么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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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history 这乌龟王八蛋 我跟他拼了 哎呦 老老老 哎呦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 好啊 好 先喝杯水香油气 这种人渣 您不也犯罪了 我不管 为了我妹妹 这种人渣我绝对不能碰过她 哎呦 行了 行了 老婆啊 你踏实一会儿好不好 来警察同队给把水倒过来了 你先不要那么着急嘛 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 别难过了 那个警察同队 哎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啊 是魏明跟秦月编了个故事 什么挪用公款啊 都是骗人的 她其实呢 是跟一个有钱的女人好了 前两天刚结婚 要我说呀 你们还是好好劝劝你妹妹 这种男人何必呢 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 我之前怎么说她 这死秦月一句都不听我讲 好了吧 我讲的都硬眼的 都准的 这乌龟王八蛋混蛋 我跟他拼了 呦呦呦 你就赔他千万啦 那你说怎么办吗 这种人杖 能这么秦月放过他吗 这里是派出所呀 有警察的呀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我的秦月 我的秦月 你好好想想 一会儿该怎么跟秦月说 不管怎么样 你得安抚人家 我跟秦月的情绪挺冲动 千万不能让他想不开 出什么意外 这麻烦可就大了 知道吗 知道了 你的心情我都理解 咱都是女人 要是秦月换成是我妹妹 我也肯定会疯的 但是咱得理智地想想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定住 你妹妹的情绪 你想想啊 万一他要是想不开喝药了 或者跳楼自杀 你不后悔死案 老婆 警察同志讲得对呀 你说现在卫明 就是这个混蛋 她已经这样了 就随她去吧 咱们现在关键是 要先见到妹妹吗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谢谢你 你讲的 我都理解 也都明白 我可不可以见见秦月 我想把她带回家 这就对了嘛 走 我带你们去找她 好 好了 咱不哭了啊 她不稀罕咱 咱也不稀罕她呢 天下好男人不有的事啊 就在这儿 等你过了这一劲 谢谢 你要是找不到 姐也帮你介绍一个 怎么样 妹妹 警察同志 让我来 妹妹 秦月 吧 没关系 次 女人 不然 我了 姐 你们先回转了 有些话我想跟他谈讨论的 还有什么可谈的呀 姐 有些事情 我真的很想搞清楚 我心里暂说 这警察同志不都说清楚了吗 让妹妹跟那个欣慰的见一面 说清楚啊 起码对妹妹她也公平了 这 妹妹 我们再慢慢等你了 是 是 你 是 你 你 你看你是不是要和他谈谈 好 去吧 来 来 月儿 别叫我呀 我觉得糟了 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钱吗 你回答我呀 是因为钱吗 不是 还在变 美妮 我真的很 你知道吗 我为了找你 我一路从山东找到了北京 我把你的照片 我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我和个傻子一样 我贴上去了 华为工人把他撕下了 我再贴上去了 他再死 我为什么 因为我在做梦呀 我总是在想 没准有一天 我们家卫明 他路过这条街呢 他就看到我 他看到他就会来找我 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样的生活 我过得特别幸福 但是当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 你给我的答案 你竟然可以 莉莉 你别说了 我 是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都不会再相信我了 我跟他在一起 一开始完全是为了 但是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因为咱们两个 能够幸福 我 我想 可笑吗 这话说得你自己都不自信吧 我 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 是 也许从小到大 我穷怕了 我真的害怕我再回到 咱们俩以前没钱的日子 我 我就想从他 是真的穷怕了 不 我就想从他身边 你是真的穷怕了 可是你想呀 你对我的了解 我花这样的钱 我怎么可能高兴呢 去花你用 我们出卖自尊换来的钱 用我们俩的幸福换来的钱 可笑吗 是 也许 你跟我说 我承认 我这种做法 真的特别的卑鄙 可是 我 我 真的无法控制 我想过好日子的欲望 我 我 我日子是要靠自己的双手 去打拼的 不是靠你偷可以偷得来的 是 我 我承认 我承认 这些日子你不好过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情 我 我和他在一块的时候 我没有一天我不牵挂你的 靠岳 我 我真的 我 我只求你原谅我 我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真的 那我再问你一句 你能为了我跟他离婚吗 我 我 啊 不能吧 真的不知道什么力量 让我们俩结婚了 你知道两个人在一块难免会 会产生感情 圆圆她 她对我很好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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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他 你 还 你 而 她 你 我 陪 她 我 我这一辈子 我都恨你 滚 您来了 坐牢 我给你拿水 你呢 东西呢 什么东西啊 你别跟我装 房契和公正书 干嘛 还给我干嘛 我告诉你啊 只要我活着 你休想打这套房子主意 妈我都三十了 不能自主一回啊 再说了 这房子是我爸留给我的 拼不给您呢 就拼我是你妈 拼我为您好 真好啊你傻子 妈我已经够烦的了 您别再让我烦了行不行 这房子我给您了 我怎么办 这外边趁那么多钱怎么还 我和你韩叔不帮你筹钱呢妈 得啦 您那点钱哪够用的 再说您都给我了 您不吃不喝了呀 这狗子都 我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给不给我 不给 给不给 不给 让你不给我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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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我爸 我这物险活了哪 你我的蛋你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 propia 这怎么在些下眼呢 行不行哪 我怎么下眼呢 我怎么下眼了 我 你看他就这么对待我 吓琴 吓琴 打妖雖零兩 要警察来 赶紧你打 怎会是没劲吃饭哪我 你狗逗啊你 你别走 搞什么 干啥呀 我去给杨阳妈气的 赶快赔得到现场了 我没错 我凭什么赔不是啊 你滚眼了 我滚眼了 行了 行了 你说你娘来买叶子这么闹着 基本上你看着都笑话 就她给我逼的 我告诉你 冬子 你今天要不把房契给我 我跟你没完 我就是不给你 还怎么着怎么着 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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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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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我把死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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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琪 你怎么回事啊你 这我怎么了我 你说你怎么了 你瞅你把你妈给气的 你说你这样的吗 他还生气呢 我还生气呢 这什么事都他管了 我还活不活了 你这么说话可太过分了 你妈不是说了吗 钱的事她帮你想遮 我求你了 赶快把房契 你还给她 瞅她急的 你就别管了 我跟你说 我就是不想让她 未有瞎操心 不想她管这事 你还是大孝子了你 那当然了 我觉得你妈没错 对吧 那钱咱们大家可以帮忙 去帮你想辙 去凑 那房子没了 你敢没你住哪儿啊 再说了 那房子 你不结婚 也不能过户 这掩不前的 你上哪儿去找女人 跟你结婚去啊 我就不信 长大一女人跟我结婚 有关事你找我看看啊 别在那儿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你以为我这一天干吗呢 我就干那事呢 真的假的 骗你干吗 怎么了 以后你的事啊 我还不管了呢我 你瞧你那样 你别光说我了 你不是也惹你妈生气了吗 那能一样吗 那怎么不一样啊 这本质都是一样 都是惹自己妈妈生气了 这个就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事情都让他们管了 咱们还活不活了 反思一下 乖 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 那天哪 忍命吧 我算看透了 生儿生儿 那是生冤家 想开点 你要说你不是我 我比你还难受 大姐你这是怎么说的呢 还不是让那小杨给气的 你知道 那冬子出车祸 她断了一条腿 可别人躲都躲不起 我们这丫头 拼着命的往上 不得拽都拽不下来 我算是白养这姑娘 大姐 你说咱俩怎么都是这个病的 我说呀 您不让这儿是怎么了 还不是让孩子们给气的 你说这东子 他愣出雅间手里把那房契给拿走 我去抵押贷款 这不要人命吗这是 大哥呀 我早晚得叫他给我气死啊 要我说呀 你们这叫闲吃萝卜蛋操心 本来你们女人的事啊 我不愿意撑 不过说到冬子我得说两句 冬子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他什么样我倾态 您哪 听我说 冬子 错不了 这错不了什么呀错不了 你说他折腾了多少年啊 哪件事他折腾成了 折腾吧什么呢 男孩子不折腾还能叫男孩子吗 您说这人这一生 男孩子哪有不摔跟头的 不过有那么句话吗 叫失败成功之母 冬子都想了 不就摔个跟头啊 甭理他 让他自本爬起来 爬起来 不还是个爷们吧 啊 呢 lr 真正 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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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可能偷不想 不想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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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坐我边上 离我远点 媛媛 我求求你了 咱俩别吵了好不好 我这... 真的快崩溃了我 你快崩溃了 快崩溃的人是我 你该做的不该做的事全都做绝了 你居然告诉我你快崩溃了 我告诉你 卫明 你没有良心 你居然跟他还有孩子了 那你干嘛还要跟我结婚 你是诚信要害我吗 媛媛我不是害你啊 我跟他我真没有别的 我散着玩儿跟你说不清楚了 我怎么... 你说我说不清楚 你是说不清楚 你该说的话 早都已经跟他说光了 你跟我没话可说对不对 哎呀 那我问你 你跟我结婚图什么呀 你是真心爱我吗 不是 那你认为呢 我认为你就是在骗我 还算了 你说不清楚 别疯 你要去哪儿 憋得我 我终于透透气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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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就别带回来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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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过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回家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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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是不是真心爱我 你跟我结婚 是因为我这个人 还是因为我的钱 都有 真的 我说句心里话 你和你的一切 是分不开的 刚一开始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是有为 为了你的钱的想法 可是 从你带我来北京 到咱们俩结婚 我对你真的变成了真感情 媛媛 我要不喜欢你 我要不爱你 我和你结婚干吗呀 那他怎么办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孩子呢 如果他拿孩子来要挟你怎么办 我想 留住这孩子 你说什么 媛媛 我毕竟是孩子的父亲啊 你那么喜欢孩子 况且你现在不还没怀孕吗 难道说你要让我来抚养你和他的孩子 媛媛你听我说 将来秦月要结婚嫁人 他不可能一个人带着那孩子 媛媛 你也太欺负人了 你把我当什么呀 你做梦去吧 好 秦月 来 吃早餐了啊 今天的金饼果子特别好 你发什么呆啊在那边 秦月 秦月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吧 你想一想 人生一辈子 哪有一帆风顺的 你就全当自己不小心摔了个跤 不如一的事情十长八九 但却无愧于心嘛 日子是要继续的 生活还是要继续过的 你有这么好的资本 你年轻啊 年轻就是最好的 你相信姐姐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 对啊 姐姐 您去把那个饭吃了 那也去上班去吧 哎呀 以这个样子 姐姐怎么踏实去上班呢 我今天请假了 待会儿吃完饭 姐姐陪你去医院 把这处理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 这什么为什么呀 魏明都跟别的女人结婚了 你 你难道还想把孩子生下来呀 她没有爸爸的呀 没有爸爸给她找一个爸爸 你这是说什么话呀 秦月 你何必呢 你至于吗 那你说我这个事情 就那么轻易过去了 跟她那么多年 就这样一个结果 我受不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何苦要这样子 那我告诉你 我心里面过不去 秦月 你不要这样子 行 姐姐理解你的心情 那我们换几天再说 史 冬子 长了 长了 好乐呀 今儿一开班呢 我那股票就蹭蹭蹭的补上涨了 这事啊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 东东 我跟你说啊 我粗算了一下 这会儿都已经涨了七个点了 抛去我原来亏的 现在最起码赚五千多了 你说怎么着 咱是不是见好就收啊 先要你一手啊 那完了 我跟你说这股票 多到百分之五十 别抛啊 呦喂 百分之五十 那我投进那十万 不就变成十五万了 我说东子 你不会是又犯那贪心的毛病了吧 别回头再多遮瑕去 哎 我问你一事啊 那 在股票这方面 我说话你听不听啊 听呢 那是不是我什么时候让你卖 什么时候再卖啊 对啊 完了 不是 说那么多干嘛啊 别管了 兄弟 有您这句话 哥这心就算是放肚子里了 放吧放吧 洗着吧 走了 哎呀 哎呀 哥 哥 哥哥 嗯 快 快 快 这又怎么着了 这是疯疯过祸的 来 干嘛呀 给我回家 干嘛 你妈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了 我爸让你跟我回家 走走走走走 我说东子 这事你还得赶紧回去 要不再把你妈给集出个好胆来 别体会我一会儿爹了 看看看看 你看看 这事 那什么 我把这东西放上去啊 等我回趟家吧 你妈 我知道 是啊 是啊 我换件衣服啊 我这儿有这个什么 早点 你吃点早点 乖 你怎么那么清淡 妈 妈 又 我还生气呢 你看 周伟 我给你熬了半天哪 又热死我了 我这里边给您放个点绿豆 人家都说呢 绿豆是去火的 还会消气 保证您喝了以后 白云不用 您喝点 哪可要不喝呢 妈 这就是您不对了 您怎么能不给您 而不赠面子呢 对不对 您看 我这熬这么半天 不是吧 我都上门来了 父亲请退来了 您给一半喝一口 妈 我喝点 妈 妈 我知道 您觉得我没出息 瞎折腾 可是您不为我考虑考虑 你儿子我不是没本事 混到今天 我是遇成骗子 让人给骗了 不过那么长 我必须得拿那房子做事 你甭想打那房子的助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和你寒书 挣给你筹钱呢 妈 您是我三十年了 对吧 我不承认你 我不长大了 我不需要您大夫 我走了 您要真觉得我是一个男人 就别再掺和我事 魏主任 这是您要的塑画书 好 我们坐好了 好 好吧 我出宫看看啊 嗯 好 那我先走了 嗯 我现在要回家了 你是打算跟我回去呢 还是继续夜补归宿啊 你先回去吧 结婚这两天 手头上压了好多事 我想加班处理一下 你蒙我吧 就你手边这些事 我不比你更清楚啊 用得着加班吗 不是 我就想清静一会儿 免得你看见我生气 那好吧 你要想清静 就自己清静吧 你没搬走啊 我姐姐不放心 我一个人住在外呗 那也好 姐姐俩住一会儿呢 有个照应 是这么说啊 但是我姐夫倒霉啊 所说我姐姐还得住到朋友家 咖啡 你这小姨子呀 直 对了 你那个结婚的事情 怎么着了 没戏 跟你说真的 我觉得 那里面留个小杨 对你好像挺有意思的 不行的话 你们俩商量上了 行了吧 那是我哥们的女朋友 我能那样做吗 那你的男朋友怎么样了 没有 找到怎么样 找不到都是一样的 那能一样吗 不一样找到你好好说说她 知道吗 姐 回来那么早今天 哎 齐悦 找你有事 那 那你们俩先聊 我先走了 来 跟她聊什么 没聊什么 邻居碰到就随便说几句 有什么可聊的 来 走走走 我洗脸一半手都湿的 没关系 我早点有事 先回家 好好好 我把我衣包 你起来了 行行行 我知道你现在特殊状况 走几度就喘 这很重要啊这件事情 我放哪里呢 你找什么 对对对 在这里 来来来来 晴悦 你看一下这个男孩子 印象感觉怎么样 你给我跟她照片干什么 你先说嘛 不认识她 你把我叫过来这 不认识马上就认识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是我们办公室 王老师的弟弟 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是个博士啊 你看 这么年轻 就已经这么有学问了 真的是青年才俱 一表人才啊 跟我有关系了 废话 没有关系我给你看了干什么 姐 你说吧 你想怎么样啊 我想怎么样 给你相亲 给你介绍对象啊 人家还不要求 是不是北京户口 我喜欢的女孩子呢 温柔贤惠 这不就是你吗 秦月 我又跟王老师 私交不错 知根知底 大家都是熟人 好沟通好讲话 秦月 这么好条件的男孩子 很多女孩子赶着要的 那我不要占人家位置 赶紧吧 秦月圈圈 秦月 你这样是不行的 姐姐是替你着急啊 姐姐你听我说 我跟那个谁的事情呢 不过那么轻易过去的 而且你说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可能不看人家 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不能一个人 我对我自己将来的生活 我游行 你有什么想法呀 你的想法不靠谱不实际 你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吧 秦月 我是姐姐 我求求你 你跟我去一趟 你看一下 我求求你 姐姐 你不要再干涉我 秦月 秦月 你英文 谢谢观看